我只想要尽可能的发生 让人知道这种可能 但是有人冒天真躲在国外无能 可就在你我身边 依然有人牺牲 需要拗毒所有在前线奋斗的医生 可惜 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1月1号傍晚 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关于当前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 8名散布谣言者被伊法查识 关于当前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 8名散布谣言者被伊法查识 耶 啊 啊 啊 有个国家筑起高僵 这是为了阻挡人民阻止 外来的光雨 暗恶着留下愚昧不让 气血恶意病毒吸来 他们选择再次隐瞒 热爱这个国家 却害着光源加强伤残 人们不敢开口 因为害怕红色的黑手 权利者总有理由 是法随时溜走 这实在让我心态写歌 顺便骂着脑残 也许生命的离去 只因对师徒的贪婪 也许这个国家唯一的病毒 就是贪欲 错诵复杂的关系 让人名不得安逸 对于不喜欢的言论 只会删去关闭人心 是谁又贪了三亿 日子过得安逸 媒体就是他们的罪 光鲜亮丽修改的罪 无用的克文发发的背 新鲜的故事干脆的累 关于等待知识 没有自由实施 人民陆续离去楼翼 野异黑色喜剧 权高着 依然高着病毒把世界 少了医护人员 小家哭了 尸体还在扑着 你让我怎么冷静 倾听人们正在死去 无脑相信国家也是迷信 这是困局 要是批评没有自由 那么赞美就无意义 若是真的给了自由 反而是种积极 我只会 容忍真理思想持续 再判逆 要是因为说出这里而往 我会选择淡定 至今 那霸卧英雄为了人民服务 捍卫民众之前的自由 没留人民无助 他们没有选择去做权力欲望的狗 紧身我们的口 却被手铐靠住了手 前线有着中南山 奋力抗战研究 英雄上脑 但是不朽依然还在战斗 戴上口罩的人们 以为听到病毒人 传承他的言语 让人关了门 也拯救百万人头 仰视客人 远远看看 熟米夫妇 他们辜负人民群众断了人民出路 让人无处哭 俗书新闻突兀 学术见得悟悟 他们不在乎为了满足 关上购钱太老套的套路 多少只蛋老虎 是谁要打进太乌 达到新的高度 却停下脚步 也许换了角度 也许人们健忘或许拔木 王演义感谢你 让哈耀股票上涨 就像三国演义 旅不醉花哨的上场 也许光光舞弊 会让你经常换家门口 但是人民眼睛悬良 这就是你的白门了 还有一个疏红病 真是让人恶心 身为教师 警告师生 练不如剪了脑筋 双簧连之病 官方造谣贪欲虚心 费尽世界的板栏 跟人们可没忘记 至今那霸文英雄 为了人民服务 捍卫民众之前的自由 没留人民无助 他们没有选择去做权力欲望的狗 谨慎我们的口 却被手铐靠住了手 之前一位另类的英雄 陈秋实 奋不顾身 前往阵线报道也是战士 关心中国却在中国没有他的位置 只想留下尊重 于是只能放进歌词 这是讽刺专业的高兴记者 只会躲在酒店把真相舍弃了 有的便器躲在家里造谣搞笑 有的英雄去往现场辟谣 生命甘愿燃烧 好笑的却是国内湖北红石自会 全国人民奋力志愿得到却是虚伪 前线的医生 护士请你们各自体会 他们宣传的后盾 是否实际口是心扉 自知手套 自知口罩 自知一切靠 自觉官僚主义真是滑稽 正儿八经着放着狗屁 人们被逼 封闭嘴巴里 若武汉方病啊 稍微病冷的尸体 就被赤身下个残骸 伤害在人们心中徘徊和防帮派 大火崛起 不靠的是肮脏手的 而是人民踏实劳作 辛苦流汗 我只活到这个信息以后 授权以后不算留心 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